男人让女友躺下 穿上制服准备玩角色扮演 女友满脸享受 就在这时他发现男友身后有人 仔细看尽是悬挂在空中的尸体 死状极其诡异 两人下惨了落荒而逃 很快警察来到现场调查 尸体穿了一身护士服 脚上一双正亮的白色高跟鞋 打扮十分精致 浓眉大眼 涂了一嘴死亡扒鼻粉 指甲也精心修复 一看生前就很喜欢打扮 惊艳老道的老方 一眼就认定死者不是护士 这时尸体突然开始流血泪 脚上也开始滴水 这说明尸体外表温度很低 死者生前应该被冷冻了 死亡时间无法确定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专业的尸检还得看法医 经过解剖发现 女尸肺部被严重冻伤 但外表没有任何冰冻的痕迹 法医判断 死者肺部应该是被注入了一种急冻气体 用不着两秒就会失去生命 接着凶手再把她打扮得栩栩如生 挂在废弃医院 经过调查 死者名叫苏珊娜 是一名富婆 光银行卡里就有上亿资产 生前还买过一份巨额死亡保险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骗保侯杀案 于是将她的丈夫带到审讯室 丈夫表示 自己与苏珊娜有一份协议 结婚后四年离婚 她就能获得2000个W 而现在离四年之期仅剩一个月时间 而且假如苏珊娜四年之内死了 所有的财产都归她弟弟所有 她怎么会跟钱过不去 这么看来 死者丈夫根本没有作案动机 警方在找到保险公司核实情况 保险员小陈证实 苏珊娜的保险受益人确实是她弟弟 而她弟弟现在正在英国读小学 根本不可能作案 线索到此中断 案件调查陷入僵局之时 凶手再次作案 女人被凶手按进水中 求生欲让她用尽全力挣扎 可她无法呼吸 很快失去生命迹象 凶手拿起水壶 将热水倒在她的膝盖上 让关节能够弯曲 摆成固定的姿势 随后凶手给尸体画上美美的妆 打扮得像个精致的芭比娃娃 待一切完成后 凶手还坐在前面 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第二天 尸体出现在海边 端坐在破旧的秋千上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发现尸体脖子上有威痕 手臂上有瘀青 和上一起案件的受害人一样 被精心打扮过 警方推断 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经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还发现 死者名叫黄碧如 与前一起案件的受害人 是同一所高中的 于是老方找到他们的高中同学 周景了解情况 周景表示 几人毕业之后 就再也没联系过 并不了解他们的情况 这时警方技术科查到监控 前两名受害人出事前几天 现场都会有一辆 白色面包车出没 而当老方调查完 离开周景家时 发现路口正好停了 一辆白色面包车 经验丰富的老方敏锐地察觉到 周景很可能就是下一名受害者 赶紧打电话给周景 却发现凶手正在袭击他 慌乱中 周景赶紧摇上车窗 没想到还是被凶手 抢先一步用手卡住 二人一番拉扯 周景趁机汽车逃跑 凶手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逃到一处废弃的厂房内 凶手打着手电四处寻找 周景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动 一个黑影正在慢慢靠近 他朝着黑影的腿上 就是一棍子招呼 结果发现是老方赶到了 这次袭击让周景吓得不轻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老方决定护送他回家 为了协助调查 周景将高中时期苏珊娜 黄碧如的照片 交给老方查看 果真有了新发现 二人当时的装扮 和被杀时的一模一样 周景解释说 这是当时玩Cosplay的剧照 顺藤摸瓜 警方找到制作Cosplay衣服的 裁缝店调查情况 而此时裁缝刚好回来 看到警察 掉头就跑 老方二话没说追了上去 来到一片建筑工地 二人扭打在一起 裁缝走投无路坠楼身亡 警方对他的住所进行了勘查 发现原来这个裁缝吸毒贩毒 所以见了警察才会死命跑 在这还发现 与死者相同装扮的娃娃 说明衣服就是在这定制的 在娃娃背后 发现了订单号 根据这个线索 技术科查到了裁缝 与买家交易的监控 发现买家就是卖保险的小陈 与此同时 第三名受害人出现 死者是周景的姐姐 被人击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 装扮和裁缝店里的娃娃一模一样 凶手还在继续作案 小陈借卖保险之名 潜入周景家中 毫无防备的周景 被小陈迷晕后带走 女人四肢被牢牢固定 躯体绑在十字架上 看着眼前的凶手 她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不断呼唤救命 凶手学着她的样子 露出嘲讽的笑容 这里四周封闭 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救她 随后拿起化妆刷靠近女人 女人不敢反抗 只能乖乖听话 化好妆后 小陈给她穿鞋 发现鞋子小了 她觉得这样就不完美了 于是决定把周景的脚趾头聚下来 情急之下 周景提出想和她跳舞 没想到小陈放下句子 欣然同意了 原来他们高中时期也是的同学 曾经也这样搂着跳舞 那时小陈家群 花光了所有积蓄 才进入那所重点高中 结果却遭受着同学们的霸凌 周景联合苏珊娜和黄碧如 故意整大 他们三个把小陈推入冰水当中 这导致她右手被动坏 还丧失了生育能力 最后 还被周景三人倒打一旁 诬告她飞离 导致小陈被学校开除 这让她一直记恨在心 而今就是对他们的复仇 趁着跳舞 小陈放松警惕 周景一把推开她 抄起一旁的巨子 朝小陈的脸上就是一发拉 转身就要逃 却发现大门早已锁死 小陈被激怒 拽着周景一路脱行 一桶冰块直接倒在身上 让她也体验一下被冰冻的感觉 折磨够了 小陈拿出液弹喷枪 准备给她的肺部注入液弹 送她最后一场 就在这时 老方从天而降 小陈丝毫不慌 威胁老方把枪放下 否则就让周景立马领合法 看着奄奄一息的周景 老方只好照做 小陈觉得她的复仇需要一个观众 她让老方坐下 慢慢欣赏周景的死 趁小陈分神时 老方直接扑了上去 抢夺她手中的液弹喷枪 二人扭打在一起 没想到让小陈拿到了枪 就在这时 周景苏醒过来 成功拿到液弹喷枪 小陈瞬间变成了冰人 周景成功获救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警察发现周景姐姐的死有蹊跷 她姐姐案发时 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小陈 正在警察局推销保险 根本就没有时间作案 经过一番审认 周景心理防线崩溃 承认是自己杀了姐姐 原来二人早已有矛盾 于是周景用丝巾将姐姐勒死 然后伪造成连环杀人案 然而天网灰恢而不弄 最终等待她的僵尸法律的制裁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阴暗面 我们无法去评判小陈与受害者 孰是孰非 但我们要相信人之处 性本善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